2号泰国政府表示每年死于酒后驾驶人数高达上万 维稳委员会和政府决定采取严格措施 惩治酒后驾驶行为 据悉泰国政府表示发生在公路上的交通事故 和造成伤亡的主要原因多是酒后驾驶 据统计目前每年死于酒后驾驶者高达上万人 而且相关资料仍有逐渐攀升的趋势 社会诸多团体都希望维稳委员会和政府 能采取严格的措施惩治酒后驾驶 尤其是制定和执行严格的法规进行强力整顿 此外八月上将已将惩治酒后驾驶作为当前重要的任务 政府的严格执法已在新年长假期间开始执行 包括扣留酒后驾驶者的车辆等 使得今年新年期间的交通事故发生率有所下降 内阁还在近期重点讨论惩治酒后驾驶的政策 并准备成立专门委员会解决这一问题